是从2014年就是从巴西回来的时候 然后就是以我女儿的名字命名 参与发起的国内第一家海盐病毒基金资料研究所 你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个研究所现在从2014年到现在 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了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实验室很小了 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资金 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 现在大概经过了一个三年吧 你看现在这个设备啊各方面都很齐全了 你是发起人之一 我是对我是发起人之一 然后这个研究所的目标呢 是就是想把那个海盐病的基因治疗 从最初的立项做到一期临床 这样的话让中国的小孩能够用上药 用上有效的基因治疗的药 这是我们的一个最终的目标 这是一个非盈利的科研机构 完全是非盈利的一个科研机构 国内还是比较少人去研究它的 尤其是罕见病领域根本就没有 然后我就记着2014年的3月嘛 我就是找到吴教授的时候 我拿了一堆的资料给他讲了一个这个故事 当时他听完了之后就特别受感动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 就是一个患者家庭站在他面前告诉他 说他已经有这个责任跟使命去做这件事 就是要救这个孩子了 因为他不是学这个专业的 大家都知道这医学还不是说 人人都能够想看那个科普洋看得懂的 但是呢就说作为一个母亲 同时他也是个科研人员 也就是说他是有科研素质的 但是他也是个科研人员 也就是说要用科研人员 她是并不少人阻力地 他也就是用科研人员 也就是有科研人员 说如果您能够发现 现在看看小研人员 他是说是和平产队 我确定是当时的 让生死亡 会这么安排 但是您是第二亿 我认为最佳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